吴志明 两人是高中同学,又都在北京上的大学 同在一厢为一客的两个人,彼此关照秦童姐妹 大学毕业后,李子怡在北京牙科医院当牙医 而赵小文在幼儿园当了一名舞蹈老师 2010年7月,李子怡在医院接诊了致齿发言的吴志明 10年29岁的吴志明出生于北京昌平 从北京商学院毕业后,进入海淀区的一家广告公司工作 由于工作能力突出,他成为公司里最年轻的副总 吴志明对李子怡一见倾心,发起了热烈的追求 很快两人陷入甜蜜的热恋之中 赵小文比李子怡长得更漂亮 可他却在秦海中浮浮沉沉 陆续处了几个男朋友,都没有能修成正果 李子怡很心疼闺蜜,空闲时经常陪伴他 这一来二去,吴志明和赵小文也熟识了 李子怡温柔内敛,赵小文热情奔放 两个女人,一个像冰,一个像火,各有千秋 渐渐的吴志明被热情美丽的赵小文深深吸引了 而赵小文也对英俊儒雅的吴志明产生了好感 这么优秀的男人为什么不属于自己呢? 赵小文看着对闺蜜温柔呵护的吴志明,心中满是酸楚 在吴志明和李子怡定下婚期当晚 赵小文忍不住跑到酒吧,借酒消愁 喝得鸣顶大醉的他,哭着拨通吴志明的手机说 志明,我在后海酒吧,想见你一面,你能过来一趟吗? 当时,吴志明正在和同事聚会 接到赵小文的电话,他马上开车直奔后海 找到了喝得摇摇晃晃的赵小文 吴志明把他搀扶上了车 一路上,赵小文哭着倾诉自己对吴志明的爱意 吴志明心中泛起阵阵涟 这次表白之后,赵小文觉得非常尴尬 小心翼翼地与吴志明保持距离 而吴志明却开始魂不守舍 随着婚期的来临,他总觉得有一丝遗憾 2014年9月末,他鼓足勇气约赵小文同去坝上草原看秋色 赵小文仅仅犹豫了几分钟就答应了 吴志明第一次向李子怡撒了荒 称自己和几个男同学去坝上草原聚会 赵小文的专业恰巧是民族舞 跳起蒙古舞来,举手投足坚,尽显风情 到了晚上,安娜已久的两个人终于冲破了防线 在坝上草原这三天里,吴志明每天都主动给李子怡打电话 他隐瞒了和赵小文同行的事实 还叮嘱未婚妻更多注意身体 李子怡完全被未婚夫和闺蜜蒙在了鼓里 11日上午10点多,吴志明开车载着赵小文返回北京 眼看就要到达高速路北京出口 吴志明一连日过度劳累,无法正常判断路况 在下陡坡时,他驾驶的路虎越野车翻了 两人当场被摔出车外两米多远 因为湿血过多,昏迷不醒 路人发现后,马上拨打120和报警电话 半个小时后,两人被送到距离最近的北京306医院抢救 医生经过检查后,确诊吴志明脑部受到轻微撞击,右腿骨折 而赵小文皮渗出血,腰椎断裂,需要做手术 林景从吴志明手机通讯录中,找到了标记老婆的李子怡手机号,通知了他 李子怡听说吴志明出了车祸,立即赶到医院 到了急诊手术室,他才知道原来和男友一起出车祸的,竟然还有他的闺蜜赵小文 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让他顿时心乱如麻 吴志明告诉自己,他和同学一起去草原自驾游 可赵小文怎么会在他的车上,难道这三天时间他们一直都在一起吗 他越想心里越乱,一遍遍告诉自己不可能,不是这样的 可残酷的事实摆在了面前,这两个他生命中最亲近最信任的人,同时背叛了他 他不顾别人的眼光,蹲在医院走廊上,放声痛哭 时间不容李子怡百转千回 当医生催李子怡去缴费时,他帮吴志明交了一万元 得知医院联系不上赵小文的家人,他又主动为赵小文交了一万元押金 李子怡胶着地等在手术室外,一个多小时后,吴志明从手术室里被推了出来 医生说他骨折腹胃手术成功,只是暂时不能下地活动,需要有人照顾 吴志明清醒过来后,看到李子怡坐在旁边,心虚地不敢抬头看他 在李子怡的不断追问下,吴志明哽咽地坦白了一切 由于躺在床上,不能动弹,他小心翼翼地问李子怡,小文伤得怎么样,求你去看他一下 李子怡愤怒地转身离开,吴志明急忙伸手想拽他,结果摔倒在地 手上的针也被扯掉了,李子怡只能叫护士一起将他扶起 他心情复杂地留在了医院里 赵小文的腰椎被植入了固定钢钉,至少需要一年才能恢复 医生找不到他的家属,就到吴志明的病房里询问其家属情况 李子怡沉默了很久,对医生说,他家属没来,我先照顾他吧 医生把他带到赵小文的病床前,告诉了他很多护理的事项,就走了 赵小文清醒后,看到李子怡在身边照顾他,顿时羞愧不已 与吴伦次地向他连声道歉,我对不起你,我一时昏了头 李子怡尽量地压抑着情绪对他说,我照顾你,是因为咱俩曾经是最好的朋友 我不忍心看你,变得这么惨 看着李子怡在两个病房间来回奔波忙碌,吴志明羞愧难当 一天夜里,他拉着李子怡的手流着泪说,以后我会好好地赎罪 只求你能忘了这件事 李子怡满心疲惫地震开他的手,没有说话 由于分身乏术,再加上被未婚夫和闺蜜双双背叛 心理压力过大,李子怡体力严重透支 整个人迅速憔悴,销售 吴志明健壮,只好打电话让父亲来医院照顾自己 赵小文也给远在长春的父母打了电话 将出事的经过告诉他们 赵家父母千里迢迢地赶到北京医院 看到原本健康的女儿躺在床上 生活不能自理,情绪十分激动 老两口找到吴志明的病房 除了要求他承担全部医疗费用之外,还要他赔偿50万元 吴志明当即反驳说,50万元太多了 我现在正在筹备婚礼,手里没有这么多钱 赵小文的父亲听到这话,气得冲上前就要揍他 你都快要结婚了,还勾引我女儿,你还是不是人 小文现在丢了工作,今后还不知道能恢复成什么样 你毁了他一生,还跟我讨价还价 李子怡担心赵小文父母再这样闹下去 会导致丑闻迅速传播 他主动找到赵小文长谈 赵小文内心有愧,也知道他们在北京刚购置了新房 一下拿不出50万元 他做通父母的工作,双方最终达成协议 由吴志明和李子怡一次性支付赵小文父母25万元 事情总算平息,但李子怡却不知道要怎么面对 10月18号的就要举办婚礼 这个背叛了自己的男人,还怎么和他共度一生 可是,虽然结婚证还没有去领 但亲朋好友都已经通知,婚宴也早早预定 李子怡的父母已经提前订好了机票 如果不举行婚礼,肯定会在亲友圈里掀起轩然大波 他要怎么向父母和亲友交代 权衡再三,李子怡最终选择原谅吴志明,继续筹备婚礼 吴父也苦口婆心地劝儿子,向子怡这么大度的媳妇,上哪找去 以后你一定要好好珍惜,不能再做对不起她的事情 吴志明含着眼泪连连点头,表示一定痛改前非 10月18号,吴志明拄着拐杖和李子怡在蓝天酒店举行了婚礼 因腿部行动不便,所有结婚仪式全部从前 新婚之夜,李子怡的脸上丝毫没有当新娘的喜悦 两人也没有任何亲密举动 吴志明不敢勉强妻子,只希望时间能冲淡他心底的怨恨 在李子怡的悉心照料下,他的腿渐渐好转 但两个人的关系还是维持着不冷不热的状态 11月末,郁郁寡欢的李子怡提出,想离开北京回老家长春生活 以此摆脱那件事给他心理上带来的阴影 吴志明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要他抛弃事业,离开孤独的老父亲确实困难 可如果他不跟妻子去长春,那早晚会离婚 思来想去,他决定用实际行动来挽救他们的婚姻 尽力抚平妻子那颗受伤的心 2015年1月,吴志明不顾老父和亲友相劝 卖掉了北京的房子,辞职和李子怡一起来到长春定居 他们拿出卖房款中的75万元 在绿园区买了套100平方米两室一厅的新房 简单装修后入住,虽然腿伤还没痊愈 但他每天坚持买菜做饭,需要能够求得妻子的原谅 李子怡回到长春后,在熟人的介绍下 很快在私立口腔医院找到一份牙医的工作 月薪4000元,还有提成 周围有亲人,同学,李子怡的心情好了很多 性格也比在北京时活泼了 可每次过夫妻生活时,李子怡的脑子里 就会浮现丈夫和闺蜜偷欢的情景 无论怎么擦都擦不掉 一想就有心,根本没有心情和吴志明亲热 他坦诚地对吴志明说 我和你结婚,只是为了给父母亲有一个交代 没办法和你过夫妻生活 吴志明郁闷不已 本不会抽烟的他,到长春后学会了抽闷烟 吴志明原本在北京广告公司担任副总 可来到长春后,应聘了几家企业都不太理想 一直处于待业状态 面对他唯拟不振的样子 李子怡经常对他冷言冷语 工作受挫,家庭没有温暖 身在异乡的他,常有一种虎落平阳的失忆和悲哀 十分后悔当初草率地离开北京 2015年2月下旬,李子怡参加高中同学聚会时 在长春某部门担任副处长的男同学孙广欣 向他倾诉了当年对他的暗恋 虽然时隔多年,他依然记得两人相处时的很多小细节 这让秦感受创的李子怡很是感动 当时因为吴志明的背叛 李子怡只在北京简单办了婚礼 没有通知亲属以外的人 回到长春后,他也羞于对同学和熟人说起 自己婚姻一直处于一种隐婚的状态 孙广欣不知他已经结婚 那次聚会后,经常给他打电话,发微信 向他发起了爱情公事 李子怡与他微信互动也十分频繁 还发了不少暧昧的图片给他 渐渐地,吴志明发现妻子像变了一个人 他经常到阳台去接电话 或者躲在他看不到的地方发微信 每天很晚才上床休息 但由于有错在先 吴志明从没有正面问起 他一直隐忍不发 夫妻俩的交流越来越少 家里的气氛降到了冰点 3月28号深夜 吴志明一觉醒来发现李子怡还在玩微信 他装作熟睡样子 趁妻子起身去上卫生间时 匆忙拿起他的手机扫了一眼屏幕 发现李子怡在和孙广心用微信聊天 孙广心写道 这么多年,我心里一直有你 如果你能嫁给我 我会将你永远捧在手心 李子怡回复说 我对你的印象也一直很好 让我再考虑考虑吧 吴志明看到这两条微信 气不打一处来 他继续网上翻信息 发现两人在微信里聊得热火朝天 暧昧非常 原来,妻子对自己不理不睬 却把温情都给了这个男人 吴志明的内心顿时溢满了屈辱和醋意 等李子怡从卫生间出来 吴志明气愤地举着手机问他 这下你和我扯平了 你该满意了吧 李子怡恼羞成怒 不仅大方地承认 有一个男同学追求自己 还无情地接丈夫的伤疤 你有什么资格管我 我就是要当着你的面红信出墙 让你也尝尝对人背叛的滋味 你让我生不如死 我也要折磨你 不让你好过 看着李子怡扭曲的脸 吴志明彻底被激怒了 你既然同意原谅我 就不该用这种方式来折磨我 如今我为了你背井离乡 工作没了 房子也没了 你还公然和别的男人谈情说爱 还把我当成你的爱人吗 说着他的声音哽咽了 李子怡依然不为所动 说我爱的那个人早就死了 你看你现在混得这幅窝囊样 像一条落水狗 吴志明一听这话 顿时怒不可遏 既然你根本就不是真心跟我过 那咱们就离婚 想离婚 让你回到北京去找赵小文 你做梦吧 我不会这么轻易地成全你们 我就是让你这样每天被折磨着 听了这话 吴志明彻底失去了理智 他扑上去 一下子把李子怡压在身下 使尽全身力气掐住他的脖子 一边掐一边说 我要和你同归于尽 李子怡拼命地反抗 可惜他柔弱的身体 根本抵抗不了已经发狂的吴志明 十多分钟后 清醒过来的吴志明松开双手 发现李子怡已经停止呼吸 吴志明意识到自己杀了人 想到要逃命 他拿了身份证和钱 收拾了几件衣服 乘动车返回北京 回北京后 他把多年的积蓄都取出来 存到一张卡里 回去看望父亲时 将存折和密码都交给他 并说自己要出差很久 让父亲照顾好自己 他不敢坐飞机和火车 最后选择坐客车 来到黑龙江黑河市 在郊外一家旅馆藏身 3月31号晚上 李子怡的母亲联系不上女儿 就到她的新房来找她 敲门没人音 她用备用钥匙打开房门 没想到李子怡躺在床上 已经死亡 接警后 长春警方迅速赶到现场 进行仔细勘查 现场门窗完好 没有被抢劫的迹象 而吴志明却突然失踪 询问李母和其他文讯赶来的亲戚后 警方确定吴志明 具有重大犯罪嫌疑 4月2号 警方将吴志明抓捕归案 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